我们今天的流程是这样安排的 大家请看 我们其实很简单 刚开始呢 等一个warm up 需要花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互动一下 之后呢 就由真教练做讲座 他在讲座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和大家进行互动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 这个过程 计划60分钟左右 在这一部分 主要内容结束以后呢 将会是Q&A环节 那大家有问题 到时候可以用我们的系统 举手功能来提问 这个过程大约是20分钟 这我们的讲座的全程 就是这样安排的 很简单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请大家静音 我们呢 可能会用chat功能 和大家进行互动 如果您还不了解Zoom的话 请您找一下chat功能在哪里 那对于手机来说 应该就在右下角有三个点 您点开就可以了 那如果您用的是电脑的话 应该就在操作栏里 您也能够找到 这个聊天功能 谢谢大家的配合 好 那现在呢 我想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的内动力 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好习惯呢 我想啊 说起学习 说起内动力 每位家长都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 那就是 玩若能自推 我将岁月尽好 母慈子孝 然而呢 梦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孩子可能根本不想去上学 上了学不想写作业 写了作业呢 却不认真 即使认真做了作业 却不爱上课外班 他上了课外班 却总是不积极 总是要大人催 那么 到底什么时候 孩子才能够自推呢 他不用我操心 不用催促 不用我去奖励他 他就能够像一个 上了发条的陀螺一样 自己就转起来了 那现在马上就是暑假了 那有的父母就很担心 但是同时 在挑战就是机遇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孩子 和家长调整的黄金时机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听听真教练 为我们讲 这个孩子学习的时候 这个发条 我们有办法给他上上 那么 请出真教练之前呢 我们刚才说了 会有一些小互动 想请大家一起参与 那么 请大家准备一下 我第一个的小互动 其实您不需要回答 也不用在聊天区输入 您只需要安静的去体会就好了 好 第一个互动开始了 欢迎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 现在请你安静坐下 认真听完这个讲座 回去之后呢 写一份习德交给我 你知道吗 写习德对你帮助很大的 你以后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每天一个讲座 就写一篇习德 好了 那么我想请问大家 在我刚才的这个 这一段话里 你的感受是什么 您的感受在这个中间有变化吗 如果有变化的时候 是在哪一部分 你开始有变化了 您自己体会就好了 您也不用回答 好 我的第二个互动是 很具体了 请您回忆一下 您家的孩子 他在做作业的时候 他能够集中的注意力 有多长 我想请大家 在聊天功能里 写出孩子能够 集中的注意力的时长 帮你放嘴里好吗 有朋友 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练习一下聊天功能 我看一看 哇 一个小时很棒 15分钟 对 每个孩子年龄阶段不一样 性别不一样 那都非常的 差别会很大的 其他朋友 我想多收集一点 好吗 30分钟 谢谢 半个小时40分钟 对 所以一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孩子 专注度非常高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 我们的互动 就是这样的 如果您在这个互动 当中呢 有任何的发现 或者思考 那就让我们 带着这份思考 去请出我们 亲爱的 真教练 你好 真教练 小艾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谢谢小艾老师 刚才跟大家的 这个互动过程 看到大家的孩子 一个小时 20分钟到30分钟 真的是非常的赞叹 我们的孩子 真是天生就具备 这样的一个 学习的能力 话说 学习 咱们的文化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虽然 我看到 就是生活幸福的人 不一定都是 疼孝毕业的 而且呢 就是心中有爱和光的 这些人呢 也没有一个是 现代知识 教育体系 培养出来的 但是 人们总是 隐隐地觉得 就是我们这个文化 里面的人 总是隐隐地觉得 孩子学习好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首先呢 对孩子的未来好 对吧 可以 衣食无忧 那其次呢 就是对我们的家族好 可以光宗耀祖 咱们说的 这些呢 都无可厚非 我自己也是 大家中的一员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 我现在想提醒 大家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一刻起 你要意识到 这只是你自己的 督促孩子 学习的 那个内动力 还没有成为 孩子学习的 那个内动力 这个大家理解 这一点点的区别 比如说 你希望孩子的 学习成绩好 你希望 这个 你担心孩子 考不上GIFT 这个是 你的动力 你的内动力 比如说 你希望孩子 能够考一个好学校 以后找工作不愁 这个也是你的内动力 你希望 你给家族 生了一个优秀的人才 生了一个优秀的子孙 那也是你的内动力 大家要留意到 这一点点区别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越来越扁平了 就是孩子的学习好 出类拔萃 当然是一件 令人赞叹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的孩子 学习成绩平平 也都是有很多机会的 大家可以试想 如果说 Bill Gates 当时在继续上大学的话 那还会有现在 Redmond那一片的微软吗 所以 大家慢慢思考 那我们今天 请进来的各位 没有静音的 静一下音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这个主题呢 就是一个比学习成绩 更重要的话题 就是如何去激发 孩子自己的那个内动力 帮助孩子培养成一个 主动学习的好习惯 这个都是刚才 艾老师提到的 我们很理想的 那个状态里面的那一部分 那我们至少 从现在开始 就一步一步的 靠近那个理想 今天我们讲的 就是怎么去 一步一步的靠近它 我们会讲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内动力 第二个呢 就是简单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培养孩子 好习惯的方法 在开始之前 我觉得有 有两点 要大家 要提醒一下大家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 这个PPT 上面都有 这个二维码 大家看到了 大家可以扫描 这个二维码 添加小爱老师的微信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PPT的这个PDF 给大家发 大家就不用一张一张的收集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更想说的是 咱们今天的这个讨论过程 是基于上次的百合沟通法的 夏老师帮放一下 那个百合沟通法的那一张PPT 就是如果你还不知道 跟孩子的沟通里面 要连接第一 如果你还不知道 也不懂得描述事实的 那个关键点在哪里 你也不了解 问开放性问题的重要性的话 那如果你只是 这样去激发孩子的内动力的话 往往是个挑战 因为你做到的 只是把你的价值观 再一次的倒给孩子 而没有真正的 帮助孩子 从内心里面 升起那个 想去改变的愿望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就要探讨一下 要具体怎么做 在探讨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 小小的互动练习 我们来体验一下 就是激发内动力 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为了帮助大家能够 专心的听课呢 我就先把视频先关掉 大家就专心的看这些 专心的看PPT和听我讲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先开始这个互动 这个体验过程 大家应该都记得 我上次有一个小例子 跟大家说的 就是关于那个小朋友 学中文 然后把课本的本 写成木头的木 这个故事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故事 来做一个互动 假如 你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 看到孩子的这样行为 你可能会有四种 不同的表达方式 我一一的说一说 你来感觉一下 比如第一种 我们上次提到的 父母可以这样回应孩子 让你写个中文 你看看你怎么这么马虎 课本的本 不加横就变成木头的木了 你知不知道 我看你就像块木头 第一种 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二种 我们上次也提到了 妈妈看到你 在这个本上少写了一横 写成了木 我有些担心 因为我看到你并没有掌握 这两个字的不同 以后还是会混的 第三种回应方式 孩子你真棒呀 都会写木了 可惜你写错了 因为你本来该写的是本 第四种 本这个字 孩子你看 有五笔 你看你已经写出来四笔了 我挺欣慰的 看得出来 本这个字的结构 你已经记得了 你再想想 还缺了哪一笔 对对对 就是这一横 你看 我这一问你就发现了 而且经过你这么一想 你印象就更深刻了 对不对 这是第四种回应方式 我请亲爱的各位朋友 在chat里面 帮我回答一下 就是你觉得 这四种表达方式里面 哪一种会让孩子 对中文越来越感兴趣 我这大家的手振快 我这问题还没问完呢 大家都对啊 三或者四 大部分同学都说四 的确是 我也觉得四会 更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 但我很感兴趣 有一个朋友说了三和四 Summer Summer Kwan 我想请你来跟我讲一讲 三和四 这两个你觉得 都会激发孩子的这个对 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看孩子的接受能力 有些孩子到第三种方式 回答的话都已经可以接受 但是有些孩子可能要到第四才会接受 所以我觉得三也是可行的 OK 明白明白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 那你来跟我们说说亲爱的 四这一个 你觉得 为什么他会激发 就是 Either三或者四 为什么他能够激发孩子的这个 学习的兴趣呢 因为你不是一开始就 指出他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你是 把那个 做得不对的先避开了 然后他没有小孩 没有觉得 自己就是会被 不被鼓励了 所以他会 就 至少他还是能够 就继续听下去 你想再讲什么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先否定的话 他可能就是 Internally 就是说他有一个 反对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 接下来要讲的话 他可能就听不下去了 嗯 就是刚开始没有把那个 孩子的耳朵给堵上 不用你的话 把孩子的耳朵堵上 而是说 打开了孩子的耳朵 他愿意听你后面讲的话 对吧 对 OK 好 谢谢Summer给我们的这个反馈 然后 我还看到Cissi是第一个 就写了四 最快反应的那个 亲爱的Cissi 麻烦你来跟我们讲一讲 你觉得为什么四会让 孩子对中文更有学习的兴趣呢 Cissi你在吗 没有听到你讲话 Cissi是不是静音了 或者 他离开了 嗯 可能是不方便讲话吧 那没事 其他朋友我想请 我看看啊 还有哪位朋友 那 想请Lisa 来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 你认为 呃 这个 第四个会对中文兴趣 会支持到孩子的中文兴趣 我感觉嘛 呃 孩子 都喜欢就是 呃 听 呃 就是 家长表扬的话嘛 好听的 然后就是说 呃 对 好听的 像我家孩子就是这样 我如果就是 你说他哪一点不好的话 他就立马就 就好像很很抵触的那种感觉 就是 立马就就就不学了 就就要想走掉 那种感觉 所以我感觉就是 是的话 就是说 而且就是给他一个 激发性吧 就是说 明白 嗯 所以跟刚才 Summer讲的 对 很像哈 对 我非常同意大家的 就是 先肯定孩子 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不会破坏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连接 谢谢Lisa 跟我们的这个分享 嗯 好 谢谢 这个我 其实我自己也会选四 因为大家能听得出来 这四的口风是不一样的 但我来细细的说一说 这个四它为什么 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因为当我是孩子的话 我首先就像大家说的 我在父母的语言中 听到了那份真实的肯定 我四笔都已经写好了 或者是三 至少说 哎 孩子你真不错 就是有一个 对我的行为的这个肯定 不管是行为 还是 那个 我这个人吧 有一个肯定 这个肯定是要做到了 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同时呢 四会让我看到了 还需要改善的地方 在哪里 但是呢 是通过一个问题的形式来做到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 你知道吗 他问了一个问题给我的时候 是我自己想起来的那一痕 我更正过来的 这个让我小有成就 七八岁的孩子就觉得 哎 这是我自己做到的 哎 感觉不错 那第四个呢 是因为是我自己做到的 我并没有被告知 所以呢 我不会因为写错而气馁 更多的呢 是我对这一痕 真的是印象更深了 尤其是妈妈在那提点了一下的时候 我就更会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这个 这个过程 让孩子的感觉棒棒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四 我刚才看到 有一个朋友 在chat里面说了 这是哪位 敬一下音 是 OK 谢谢大家 有一个朋友 林立 说 如果就这么一件事情的话 会毫不容易的就四 但是如果天天有八百件这样的事的话 就太挑战了 是 就是养孩子 其实就是修我们的心 我们等一等讲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我只是想先再提出来 然后在我们这个过程结束以后 那个 等等你再来体验一下 看看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我们等会在Q&A的地方 可以一起讨论 我现在想先把 咱们刚才讲的 结束 这是哪位朋友 亲爱的 敬一下音 OK 谢谢大家 第一个呢 刚才说的第一个 说你这个孩子就是块木头 是个反馈 这个反馈是一个批评挖苦 这个肯定不行 对吧 那第二个呢 是我说的 哎呀 你看我看到你写这个字 没写对 我有点担心 这个呢 是我们上节课讲 百合沟通法的时候 学习到的一种 最常用的我信息模式 叫做面质性我信息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大家不难发现 用它来表达父母真实的想法 平和的提出自己的意见 它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尺度 因此呢 我们建议 其实父母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 可以大量的使用 但相信大家也同时感觉到了 没有人选二 因为他依然是关注问题的 那个情绪依然是负向的 所以呢 这个我信息 并不能够激发出孩子的内动力 而刚才也有朋友选三 说那个三合适 但三呢 我们等等会讲 第三个叫夸奖 就是孩子你真棒 可惜你没写对 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这个呢 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不有觉得 反正我觉得在孩子做错的行为 或者行为不尽如人意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真棒 那个时机 那个脸色 那个语音语调 没用对的话 会让孩子感觉到 不清楚父母到底说的是什么 因为孩子明明是没做对这件事情 我们依然说他棒的时候 会给孩子一个 就是 就是双向的这么一个 一个概念 让孩子会混淆 然后有的人用不对呢 还容易变成讽刺和挖苦 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用三 我们更多的 希望大家用这个 能够让孩子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有动力的 这个第四种模式 这第四种模式 刚才Summer也提到了 叫做 这个学名叫做肯定性我信息 也是我信息的一种 那在沟通技术里面呢 它叫二级反馈 常用名就是Summer刚才提到的 鼓励 鼓励呢 是我们在课上 就参加我们平和养育的课程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 大量践行的一个方法 一个技术 一个沟通技术 所以如果今天讲完 我们今天主要的讲就是围绕着鼓励 如果大家觉得鼓励是你想学习的一个方式的话 欢迎大家 扫码今天10点以前 还是今天晚上10点以前 扫码小爱老师的微信 加入我们的这个家长学校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八折的 我们的课程的八折的优惠卡 说到这儿 跟大家提醒一下 感兴趣的朋友别错过 但是还是我们先听 接下来这鼓励到底是什么 来看看你感兴趣不感兴趣 OK 那鼓励是什么 又该怎么用 这就是接下来咱们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首先呢 我跟大家说 我们先用排除法 第一点是鼓励不是批评 很多人认为 要让孩子做得更好 就得让他感觉更坏 让他知道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步 这样孩子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父母一份良好的祝福 就是批评着长大 我相信咱们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信念真的是真的吗 跟大家讲一个 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平和的养育 第七期里面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特别神奇的一个小故事 有个同学 他的那个实力 我相信足以证明这个思想的是错误的 他家里有一个活力十足的七岁小男生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家里面 也有这一些六七岁的 特别energetic的小朋友 晚上孩子睡觉的时候 不睡觉就喜欢到处出来溜达 打扰别人 碰碰姐姐找找爸爸妈妈就这样子的 每次呢都是最后需要爸爸出马来凶一顿这孩子 孩子就念念的赶紧回去睡觉去了 经常用这样的方法 孩子也不喜欢 父母也觉得累 直到呢这位妈妈来入群 来参加我们平和养育的课 然后我们不就大量的实践这个鼓励模式吗 妈妈就回家用鼓励 就你想刚开始那几天 她学的还不是太好呢 就用鼓励模式跟孩子互动 短短的三天时间 就扭转了孩子的行为 前两天update我们说 说孩子有事会通过monitor去叫妈妈 也没有出来打扰了 大家看到不同了吧 这个就是方法的重要性 这是第一点 那鼓励不是批评 那鼓励是不是表扬呢 是不是夸奖呢 肯定也不是 鼓励她 很多人认为鼓励她就是使劲夸 遇到孩子做对的事就使劲夸 但鼓励和夸奖还是不同的 很多朋友容易混淆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再做一个体验 我们来看一看鼓励和夸奖 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想接下来邀请 咱们今天的好多朋友来参加 我想邀请两位朋友 来听我说几句话 你也不需要说什么 你就来听我说几句话就行了 然后跟我们说说 你听了我们说的这话以后 你什么感觉 哪位朋友想来试一试 举个手吧 我自己找 我不知道大家谁在谁不在 一二三四五是准备要体验吗 你好 那我们可以在chat里刚才有 发过研的朋友应该可以 好呀 那我请两位来帮我忙吧 好 这样 我就请最后这两位吧 林立 就是刚才提问题的这位朋友 还有iPad Air 2 这名字 哪位朋友在用iPad Air 2 这位朋友在不在 练你方便讲话吗 练你方便讲话吗 他说OK 好呀 那还要再请另外一位朋友 我想请 孙莹 孙莹 是不是叫孙莹啊 这位朋友 对 是的 好的 我们就是想请两位来帮我们体验一下哈 这个 夸奢奖和鼓励有什么区别 这样我先跟李林是吧 讲三句话 然后呢 对对对对 我再跟孙莹讲三句话 请你们两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 我先跟您讲哈 我先跟您讲哈 我说 比如说你这段时间 我做你的家长哈 比如说你这段时间学习学得很好啊 我就开始对你说 我说孩子啊 哎 你做得真好耶 你真了不起 哎 你太聪明了 想一想你是什么感觉 待会儿李林来跟我们说哈 好 那下面呢 我想请那个孙莹 我来跟你说三句话 你也来体验一下是什么感觉哈 呃 孙莹准备好了没 嗯 好的 好 我跟你说第一句哈 哎 亲爱的孙莹 妈妈刚才看到你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研究这道题 现在终于把它搞明白了 第二句话是 啊 你看 你这网课一结束就写作业 我很开心 因为我看到你找到了一个高校学习的方法 第三句话说 哇 满分 亲爱的莹 真替你开心呢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嗯 Process一下好亲爱的 呃 感觉一下什么感觉 我想先问一下 林 呃 你跟我们说说 刚才我 说那三句话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挺高兴啊 呃 真啊 太好了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其他感觉 就被夸就是很好 对啊 有人夸得很好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大家记得啊 就注意多夸孩子 你只是 即便是没有技术 你就只要这样夸就已经很好了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其他感觉 亲爱的 嗯 我理解你说的 就是说你 你这个 比如夸聪明啊什么 这些只是 就是说 太太泛泛 而且是人 就没有针对性啊 什么这种东西 哦 所以你感觉到的 所以你感觉到的是泛泛啊 没有针对性 OK 明白明白 你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说我 我到底哪好了 如果你要之前 你说是因为我学习好吗 那我肯定就理解 是说你在怕我学 如果突然 你什么前提都没讲 你这样说 那是有点奇怪 明白明白 所以如果说学习 我说你做的真好 你就知道是在学习那方面了 对吧 对 你说那你这个 最近学习不错啊 很聪明啊什么 这个当然我就理解 就是说 但如果你要是 如果要是 但我认为大部分情况下 没有人会突然莫名其妙的说 对对对 总是在有一个 都是针对一些 对 总是在有一个 就是前提和一个 一个 那个content里面 才会有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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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点就是 非常重要 就是在一个content里面 去夸孩子的话 这些反馈是 总是比不夸好 但是比如说 我说你这段时间学习好了 你真棒呀 那你能知道 第二天继续往哪个方向去 做更好吗 那肯定不能 那对 这肯定 就是还是要再具体一些 会更好一些 是不是 明白明白 只是为了心情好 你这么说 哦 用的帮助 你这么对别人说 估计只是让对方心情愉快 但是 你的帮助未必有太多 还有一个 林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那种 麻麻高你低 的那种感觉 这个好 我还没太感觉 还没有 挺好 挺好 没有就很好 OK 好好好 行 那谢谢您 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反馈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 就通过你的嘴 把这个范范 这个都说出来了 大家肯定很多人 也有这样的体验 但可能说不出来 也有 谢谢你帮我们 把它命名出来 好 那个 那我下面问问孙莹 所以那个 刚才 在那个过程中 你是什么感觉 刚才过程就觉得 首先比较具体 因为 你说了 它具体 为什么 做得好 所以 就觉得好像 你说 就是 被你说好 是 是我的努力 争取来的 不是 凭空而来的 就是说 你有具体的说 这个行为是好的 因为我做到了这些 你觉得我好 对吧 所以说 就觉得好像 不是很 不是那么 就是说 还是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行为 才得到的 就是觉得 还挺珍贵的 有珍贵的感觉 OK 有意思 而且你 你能够从 就是我的反馈里面 看到你自己的努力 对不对 对 OK 特别好 还有其他的吗 亲爱的 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是说 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等于是 知道自己哪些行为 是能够得到 比如说 父母的肯定的 所以我 可能以后会 比如说 我觉得 我今天这个 做得好 然后受到 妈妈的表扬 我以后可能 还会这样做 就是你知道 妈妈对你的期望 具体到 你每一天 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说 嗯 我就把 这个事情再做一遍 我再做 想让我妈高兴 我就 我就每天都这么做的话 我就可以让我妈妈高兴 对吧 就是 所以这个具体的行为 一旦被命名出来的时候 是会更容易被强化的 对 因为孩子嘛 他的理解能力 可能有限 你就是在他完成了 这个行为之后 立马表扬他 我觉得他更能够理解说 这个行为原来是 妈妈喜欢的 我就以后再继续这样做 再重复 对的 对的 谢谢 谢谢孙莹的这个反馈 就是正向强化 也被孙莹给提到了 嗯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大家都提到了 这个 鼓励和 就是刚才跟您 做的那一部分呢 大家都知道 那个叫夸奖 对吧 你真棒 真好 真了不起 那美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 perfect 我就搞不明白 我哪儿perfect 他们就perfect 后来人家跟我说 这是一种礼貌 我明白了 是个礼貌 但跟孙莹讲的那个呢 就是鼓励 对吧 鼓励呢 更多的是 呃 大家看到了 对事情的 对一个确定的事情的 对一个行为的 啊 这个呢 夸奖呢 就更多的是 嗯 对这个人的一个 评判 所以我刚才问您 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一 妈妈高你低的 那个感觉 您说没感觉到 我觉得还挺好 啊 就是 这一部分就可以被 呃 就被弄淡了 啊 所以呢 嗯 这个是 夸奖和鼓励的区别 还有 夸奖还有一点呢 他更多的是 关注的是结果 就是 你做到了以后 你就是一个棒的孩子 你做到 你考试考了一百分 你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是 他没有看到 孩子 前一天晚上 几个小时 没睡觉的 复习功课 但其实我们真正想强化的 我们希望未来孩子长大以后 他真正想去重复的 需要去重复的 是那份努力 是那份前一天晚上 几个小时的用功 他考不考多少分 其实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再说在长大以后 像咱们这么大以后 谁还考咱们呀 更多的是努力 才真的work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强化的是 那一部分 夸奖和鼓励 还有一个不同呢 就是 夸奖只能 夸那些对的行为 你说 孩子 你考得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夸孩子 你没法说 孩子你真棒 你给我考了个C回来 你说不了这话 对吗 但是你依然可以用鼓励 你说孩子 虽然咱们得了这个成绩 但是妈妈真的看到你 这几天用心的复习 在整理资料 每天晚上很晚睡觉 这就够了 你说这俩孩子 哪一个孩子以后 会更加的学习 懂一强 必然是被鼓励的 那个孩子 对吧 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说的 夸奖和鼓励 它不同 虽然很多人认为 鼓励就是夸奖 但是鼓励 其实真的不是夸奖 鼓励是有技术含量 在里面的 我发现 鼓励其实 是我们文化里面 非常稀缺的一种能力 因为咱们跟 辛悦汉语的这个 各位家长分享 各位家长都是非常关注 文化 关于这个 这个国际人才的这一部分 我就是会想突出的讲一讲 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鼓励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 我们的文化里面 不缺批评 不缺抱怨 不缺发脾气 但是我们真的缺鼓励 鼓励就像什么呢 我觉得鼓励就像水 它对每一个孩子 有那种滋养的作用 其实不是孩子 我觉得 包括每一个人 队友 家人 每个人都需要鼓励 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那个第六期的平和养育里面 那一位妈妈 就说 说那个 其实他那天就鼓励了妈妈 他鼓励妈妈的时候 他说不出来 低着头红着脸 鼓励了妈妈 低着头红着脸就走了 但那一个晚上 妈妈心情都特别好 他分享的那一段 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动到了 你说到现在了 都两个多月了 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但就是一段文字 把我感动到了 可见这个力量 就鼓励妈妈的这个动作 加强了这个人和人连接的这种 这种力量的强大 所以 亲爱的们 今天这个课结束以后 邀请大家真的把鼓励 放到意识日程上来 我们 多做 多说几句话 你亏不了什么 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 看到一个更好的孩子 这就是 我想跟大家 讲的这一点 最后 咱们来说说鼓励的方法 咱们说半天鼓励那么好的 怎么做到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鼓励呢 刚才也讲了 是肯定性我信息 它叫做 肯定性我信息 是我信息里面的一种 然后呢 它呢 基本结构呢 就跟我们上次讲的 我信息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 参加我们那个课 我们也没法 一步一步的跟进大家 所以呢 我给大家一个简易版的鼓励模型 大家呢 回去以后用 我这个简易版的鼓励模型呢 分三层 最简单的鼓励模式 就是描述孩子具体的正向行为就够了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这个程序 华人家的行为 对 谢谢一波 关一下 请 就是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这个程序 描述这个正向的行为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再多做一点的话 你就把蓝色的这一部分也加上 你描述这个影响 比如你可以说 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研究这个程序 制作出来了这段视频 就把这个结果也加上 就很好了 这个就已经 孩子就已经能够感觉到 妈妈真的看见我了 但是如果你还想再多做一点的话 邀请大家还有一个bonus的部分 就是把你的感受也添上 比如你可以这样说 你说 我真的很佩服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研究这个程序 制作出来的这段视频 这个听起来感觉就更不一样了吧 因为一旦你在跟别人的沟通过程中 加上了自己的感受 你会发现你们的连接就瞬间被加强了 就无论是正向的感受还是负向的感受 感受没有好坏 正向负向都是好的感受 它不是对错也没有对错 它只是一个让人觉得开心或者不开心这么一个区别 所以当你把感受加在里面的时候 对方能够体会到你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就连接就加强了 这是第三层 那还有一个特殊的说明 就是我们希望很多朋友在用这个鼓励的时候 都会就只说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三部分就OK了 因为很多朋友会这么说 我很佩服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研究这个程序 把这个视频做出来了 你真棒呀 就是你真棒呀这四个字 会习惯性这个肯定性我信息的后面 但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说完前面这三部分 学习闭上嘴巴什么都不说了 而把真棒真好真了不起这样的话的机会留给孩子 比如我说一个大家体验一下 我说你看网课一结束你就写作业 我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看到你已经找到了一个高效的学习方法了 你心里头是不是美滋滋的 对吧就像刚才的朋友们反馈了一下 你肯定心里面会想 啊我还不错呀 你可能不是文字的这样想 你也会觉得感觉很好哈 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我们希望的是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我们不希望你说 哎你这网课一结束就写作业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看到你找到了一个高效的学习方法 你真了不起 我们不希望 这个是叉子啊 NGR亲爱的们 我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不希望大家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当父母说真棒真好的时候 他的价值平定体系是建立在孩子的外面的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外在的价值平定体系在工作 而如果孩子内在生起来的哪怕只是一句 哎我还不错 这样的一句话的话 是他的内在价值平定体系在工作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哈 所以大家想哈 你认为孩子真棒 跟孩子自己认为自己真棒 哪一个到底能够让孩子更加的有内动力呢 不言而喻了哈 这个呢 就是激发孩子内动力 最简单版本的操作方法 鼓励哈 你最起码请你学会描述正向具体的行为 我们上节课也说了 什么叫做描述孩子具体正向的行为 录音机可以录下来的 照相机可以照下来的 叫做具体正向的行为 对吧 当然我们加了个正向在这 那如果说你这个 最简单的这一次 这一层的鼓励已经过了 那你可以稍微再加一个 你说是因为你这个行为 带来了一个什么好的结果 再跟孩子解释一下 如果你还能加上你的感受就更好了 这是三点你要说的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你不要说的 就是真棒真好 这些话可以省去 做到了这个 这个鼓励的最简单版本 大家就已经manage了 这个就很好了 好我们接下来呢 来说说大家提的问题 带着这个对鼓励的这些了解 在开课以前呢 有朋友提到过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孩子 学习的时候很刺头 写作业练习的时候 明明出错了 还不能让家长提出来 家长一说他就很反感 不接受建议 说问问这个怎么解决 或者是孩子找各种的理由 各种的借口来拒绝家长的建议 这该怎么办 现在这一刻 跟大家已经讨论了半个多小时的鼓励了 带着对鼓励的了解 大家再看这个问题 是不是会比之前就清晰一点了 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关于这个怎么办 大家现在有没有思路 有没有朋友想试一试的 我偷偷告诉大家 解法就是鼓励 大家可以尝试鼓励的这个模型 来回应孩子 大家谁愿意来试一试 有愿意的朋友 请举下手 还是Summer 你愿意试一下吗 好呀 那Summer你来试试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鼓励孩子的话 你根据这个鼓励的这个模式 你觉得你会怎么说 大家也想想 这个行为里面 那个正向的行为是什么 孩子学习的时候很刺头 写作业练习的时候 出了错家长提出来 他也不接受你的建议 还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 来拒绝家长的提议 大家会不会想 这样的事情里面 也有正向的行为吗 有 肯定有 就我们说 教练里面说 有五大原则 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 每个行为后面 都有一个正向动机 我们现在练习的就是 我们来看看 这件事情里面的 正向动机是什么 Summer你现在方便讲吧 就自己 小孩特别有自己的组件 他很坚持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需要跟他 你需要跟他 怎么说呢 disgust 然后是一种开始 disgust的模式 他不是单向的 就是马上接受你的建议 哪怕你的建议是最好的 对 因为他 小孩 小孩在某一个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他最 就是不同的小孩 在不同的成长过程中 都是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你告诉他的 未必就是他自己想的 所以你有 这个 就是说 所以你等于说是要 除了让他了解你 你也要了解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啊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正向跟不正向 可能我不会 怎么样去归纳这件 就是说这个 这个模式了 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的确就是一个正向的行为 就是孩子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孩子更愿意按照他的那个 主见去做事情 比如说哈 你看 我来做那个 那个 一般的那个妈妈 大家都来做这个孩子 这个刺头的孩子 我训大家 我说 你看这孩子 我跟你说的就是 比你自己做的那个好 你还不听 大家会什么感觉 是吧 然后如果说 按照Summer的这个想法 按照Summer的这个思路 再去跟大家说 孩子 你虽然不听我讲话 但是我看到 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 先去尝试 是不是 我很高兴 你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长大了 你说这话听得多舒服 对吧 你后面再说什么 人家就像Summer讲的一样 人家都愿意听了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鼓励 他做到的就是 他特别神奇的 他能做到两点 第一点是加强connection 第二还能够起到correction的作用 所以大家尝试哈 谢谢Summer给我们的这个反馈 虽然你自己 你觉得你都分不清楚 但是真的是一语中递 这个点题点得很好 这个正向行为一下就被你找到了 好呀 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有朋友问说 孩子对家长承诺的各种奖励都不在意 哪怕是他想要的东西 或者想做的事情 那这个奖励达不到激励的效果怎么办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奖励达不到激励的效果 是正常的 因为奖励达不到长期激励的效果 它就是达不到长期的效果 就像刚才说的 奖励 特别是物质奖励 是把孩子的价值 评定体系建立在了孩子的外在 所以他会加码 比如说他现在要一块糖 我写完了作业 你给我来一块糖 你还能买得起 等到十几岁的时候说 我考试得了 都得了A 你给我买个iPhone 你也还能撑得住 那他未来要个车呢 他要个房子呢 像那天的一个家长 这孩子要三亿人民币去澳门豪赌 当然他们家也有钱 三亿人民币到澳门去豪赌呢 你给不给 所以能够达到长期激励效果的 不是奖励 而是鼓励 而且鼓励呢 咱们非常世俗的说 又经济又实惠 也不需要你花一分钱 就需要你动动脑筋 真诚的表达对孩子的正向行为的看到就够了 那你说 为什么不学习学习来更多的运用鼓励呢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真正在意的 是彼此的看到和懂得 而孩子更在意的 是父母的看到和懂得 这一部分可以激励孩子 不停的向上成长 不停的健康成长 不停的向阳生长 所以 大家今天邀请大家回去践行 这个真的是个宝贝 大家 越是会越觉得 这个东西好的 所以提升孩子的内动力 我们就说到这儿 帮助孩子去到更高处 鼓励才是真正的技术 奖励不是 句号 这就是为什么奖励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长期的激励效果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探讨 也就是我们今天 我刚才说简单分享的一个第二个主题 就是习惯养成的话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说孩子定好了计划表 不能够主动去执行 还总是拖延时间怎么办 这个吧 关于这个习惯养成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六部曲 习惯养成的六部曲 麻烦小爱老师帮 对 大家看这个PPT打的这个 就是我们习惯养成的六部曲 一般呢 我们说培养一个孩子的好习惯 需要这六个步骤 但这六个步骤呢 大家也看到了 是从第零部开始的 因为第零部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只需要观察 观察孩子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了解孩子现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先观察 然后呢 协商 然后呢 约定 约定一个共同执行的一个 习惯或者一个计划 然后呢 就执行 执行一段时间以后再修正 然后再循环 经过这么六部的一个循环 我看到大概一般是三五次的循环过程结束以后吧 一个孩子的习惯基本上就可以有雏形了 那 时间问题 今天这一个部分我不跟大家具体讲了 我只是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说定好的学习习惯 孩子不能够主动去执行 而且还拖延怎么办 这个问题呢 听起来更像是说 两种可能吧 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在约定的时候 你们跟孩子的这个约定 不是跟孩子共同协商的 而是呢 孩子迫于爸爸妈妈的压力而不得不答应的 所以呢 他有可能就是能不执行就不执行 能托就托 将心比心啊 咱们其实自己不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啊 这个约定的确是你们和孩子一起约定好的 但约定的时候吧 孩子自己不知道自己做不到 他以为他可以 所以呢 就就做 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呢 会发现哦 真的是不容易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提到的 第四步这个修正怎么重要 在约定执行以后 有一个修正的过程 特别特别重要 小孩子一般我们就建议 约定以后的三天 teenajer呢 我们就建议约定以后的一周以后 到时间呢 跟孩子一起坐下来 好好的review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计划 过去的几天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可以更好 这个review的过程会帮助我们 就是杜绝我们当时约定的时候的一些不足 然后弥补它 然后变得更好 所以它叫做修正嘛 对吧 其实这一部分哈 是大家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 阶段性的回顾 在我们教练看来是一个行为改变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多朋友都认为说 我就跟孩子定一个计划 而让他就按着这个计划去执行就行了 大家想想哈 其实这个世界都是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何况这个成长中的孩子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帮助孩子做到更好的话 阶段性的review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你不能给他 一个计划 就指望他能够一直执行下去 如果你能够指望他一直执行下去的话 那就必然是执行不了太长时间 大家去看哈 你自己跟孩子做的计划 是不是这样子的 经常有执行着执行着就 黄了 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多半就是因为 缺少了这个后面的跟进和review的过程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关于这个习惯培养的这 这个方法简单过一下 然后跟大家回复一下 为什么执行不下去 是因为缺了一些步骤在里面 好 我觉得现在正好八点钟 那基本上我要分享的内容就到这了 大家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大家可以一起来 提一提 现在我们Q&A环节了 希望大家有问题 珍惜这个机会 用我们的系统举手功能 举起你们的小蓝手 和曾教练分享互动 如果您熟悉我们华家会的活动 或者课程的话 您就知道 和曾教练互动 演练的过程 对非常难得 好 这位Lin 你好 亲爱的Lin 咱继续说 对 就是 这些好 我觉得 每个小孩 都懂 对 懂 是 而且每个小孩 真的是太难搞了 就是他 你这段时间用吧 这招全都零 过一段时间 他又不零了 你真是 哎呀 我听到了一个苦大仇深的Lin 真的是很难搞 就是他 你夸他或者什么 哎 鼓励啊 真好真好 哎 这管用了 过段时间 他根本不理你那茬了 你训他一顿 可能也管用 但过一段时间 训他好像 他也不理你那茬了 是 现在的 你家孩子多大了 男孩女孩啊 男孩13岁 哦 OK 13岁 我以为78岁呢 OK 他就 他确实已经是 就你说的这个 比如说像 他不是他自己认同这个 我从很小很小 他很小的时候 baby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就是他以前 最开始不吃蔬菜 那些人都说 什么你家小孩 有什么sensory 这个那个的问题 结果有一次 我炒青菜 他就想让我 让看 我就抱起来 他自己就 丢了几片叶子 去搅和搅和 然后做好以后 拿起把叉子 就开始吃蔬菜了 根本不是什么 人家sensory 就是他自己 想要参与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吧 就是特别明显 就是说他要他自己做主 但是你知道小孩 他有的东西 他不一定说每个东西 他能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或者什么 你要每件事 都这么跟他 这么长一个程序 你每天有这么多事 这么忙 真的是挺难的 是 你想要很快 告诉他怎么做 我也知道那样子 可能不一定特别好 但是你说你每天这么忙 你每件事 你都被他这样子 从头到尾的各种步骤 纠缠一边 但我可真是做不到 是是是 所以亲爱的 你的问题是啥 咱们整 怎么整这孩子 比如说他 你这个方法 一直在管用的 我就想问问你们 比如这种鼓励 你碰到过 有不管用的吗 你有没有碰到过 有 就是说用这个方法 也不一定零的 那你想问这个 是啥目的呢 你是觉得 这个目的到底有效吗 我不是这个目的 我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除了这个方法 是不是还应该 还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 我也说不清楚 对 我试试 我试试我的理解 亲爱的 我听到的是 就孩子已经是 Tim的年龄了 小的时候 就已经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到了Tim以后 必然是更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现在呢 就在很多行为上面 其实妈妈跟他说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 对他产生影响的 所以就搞得我们身心俱疲 妈妈自己也很忙 对啊 对 没时间去跟他 一件事一件事的去梳理 但是孩子又不听 所以就看着这孩子 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 越来跟自己就越远 就这么个状态 对 他倒也 他跟我关系倒是不远 太好了 我们很亲密 只是说就是这个 他是很strong will的这种小孩 你就 你就是 你说鼓励 你实际上你要慢慢的 如果尤其是 剪的小的时候 或者说是 没什么事的时候 就那么一件事 就像我刚才讲 那我当然 我肯定都能做到 但是你要 你跟着急 他有很多道理 他一大堆道理跟你讲 你再跟他讲 你哪里每天能有 这么多事情 每件事 他不要听 或者是不要按你做的时候 你都能搞定 明白 或者是不是就不用管 他就自己 明白明白 还是要管 首先就是十几岁的孩子 他们就是生活在一个似懂非懂 又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但世界对他们来说又太大 所以呢 妈妈 爸爸对他们的带领和指导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怎么做呢 就是 你看 我听到你说的 其实孩子有很多行为 是需要更正的 需要correct的 但是呢 那依然是那个 我们之前讲的 要connection before correction 在这间 你们关系很好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base 但是在关系好的 这个基础上 你就是在这件 具体的事情的上面 你们是不是连接也有 比如说吃菜 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他跟你的关系也很好 他愿意听你说的话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这个 第二点呢 就是 多问他问题 你今天想吃什么菜 一般这个13岁 大概到15岁的孩子 都是有这么一个习惯 就一旦他说了东西 他是能承担这个责任的 比如他说 我想吃broccoli 多半你做了broccoli 他就会吃一些 所以你在做饭之前 问他这个问题 就是 凡事先问一问 不是请教 但是你说征求他的意见 这个会更省事 你别说 我每次都问他 我真的好累啊 但是他会省了 你后面很多的事 就是你多问了一句话 但可能后面省了你20句话 就这么一个比例 就多问孩子问题 我特别喜欢strommel的孩子 是因为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多问他们问题 对对 就是你做一个听众 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我想跟所有的 有儿子的妈妈们讲一讲 就是孩子跟我们的连接好 以后他会照着我们的样子 去找老婆 所以呢 如果我们凡事多向他请教的话 那他必然也会照着这个样子 去找老婆 那他跟老婆的关系就会好 那你后半辈子的这个家庭和睦 我基本上就有保障了 所以呢 就说远了的时候 就是这个问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听说问的问很重要呢 多问孩子问题 尤其是strommel的孩子 多问他问题 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效的方法 再说回鼓励 鼓励这件事情呢 不管对谁来说都有效 就像植物和水的那个关系一样 大家刚才都已经感觉到了 其实夸奖已经很有效了 但是鼓励比夸奖更有效 是因为他能够体现出来 我们对那个人的看到 对那个人的懂得 和对那个人的在意 所以呢 鼓励 怎么用呢 林 我想邀请你 不需要 就是说你800件事 都按照他那个做 不用 每天就一件事 找到一件事鼓励 这也是我们平和养育课程上面 要大家去做的功课 也就是这样的 每天就找到一件事鼓励 你 你真的是一个星期 再难你也咬着牙 是一个星期 然后你看一看 这一个星期 你跟孩子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我建议你找一件事 比如说就是吃菜这事吧 你就光在吃菜这件事情上面鼓励他 因为这样你比较容易验证 所以就每天就一件事 给自己 给孩子小而具体的要求 帮助孩子 帮助你 build up 那个confidence 之后 就是 现在就是一个助跑 之后就起飞 但一旦起飞了的时候 你大可不必 八千八百件事情 都去跟着孩子去操心 那还不得操死心呢 对 加油加油 我觉得一个就是多分问题 一个就是每天一件事情的鼓励 尝试 好 我试一下 谢谢 有啥问题联系小爱老师 小爱老师是我们的鼓励专家 好 谢谢 谢谢您的好问题 我相信很多家里面有teenleger的朋友 也都能感同身受 好 现在的各位 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 Maya 在chit chat里面说了这么多 这样 那个 下一位是Michelle 好的 Michelle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们家有一个小女孩 八岁半 对 她现在 我会发现她 就是她在做那些数学题的时候呢 她会在后面抄答案 但不全抄 就是有一些可能稍微难一点 或者说有点challenge 或者说可能她不想做的时候 她会抄答案 然后我想请教一下 你怎么跟她沟通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第一个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我知道她抄答案 我是想看看怎么引导她回来 你为什么不想让她知道 你知道她抄答案 我觉得她可能会很embarass 就是她可能会 明白 那如果有一个不embarass的办法 可以告诉孩子的话 你愿意尝试吗 对呀 我就想问问 OK OK 了解了 那个 Michelle 我们来做个互动 你来做你八岁半的孩子 我来做你 好吗 八岁半的小女儿 先做一个普通版本的 那个 孩子 我看见你刚才抄答案了 你这数学题不会做 你可以问我呀 你干嘛抄答案呀 我没抄啊 OK 好吧 因为这不是你想要的 我只是想让你有点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什么感觉 我就Defend我自己啊 我觉得你这样做了 Defend OK 就是 后面也不想听妈妈说了 反正妈妈也不是跟我一头的 妈妈当那个警察或者法官 我只想保护好我自己就对了 对对对 就会有那种感觉 反正就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好呀 那咱们再试另外一个版本 你还来做孩子 我还来做你哈 孩子 那个妈妈其实 看你做这些数学题的时候 我知道你其实想把每一道题都做对 是不是 是 我其实特别欣赏你这份上进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有这种态度 这事情才能做好呢 那个 我其实刚才 不留神看到了 你在后面翻那个答案了 是因为你有题不会做吗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讲 可能会承认吧 可能说会说是 嗯 你 就是 看到那个答案以后 你现在想明白了 这条题应该怎么解了吗 嗯 应该是没有 嗯 这家讲的话 孩子怎么说呢 对 那你想 想明白了 做就想明白了 没想明白就没想明白 你现在想明白了 因为你看了那个答案 你想明白了该怎么做了吗 没有 哦 还是没有 那 那咱们俩一起做一遍 觉得好不好 嗯 嗯 好 嗯 好呀 那Mishel 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什么感觉 嗯 可能给妈妈发现了 还是有点不高兴 但是 妈妈又这样子说了 好像也没有理由 去反驳妈妈的提议 嗯 那你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 你觉得妈妈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你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 你眼中的妈妈的话 嗯 没有责备 嗯 然后就是 还是愿意帮助 没有责备 嗯 愿意帮助 嗯 嗯 嗯 明白 明白 太好了 好呀 那 那我觉得 那这个思路可以说 就因为我建议 如果你看到的的话 嗯 就跟孩子说 没问题 只是说的方式要不同 你就训孩子 以后孩子什么也不跟你说了 但是呢 如果你用这种很柔和的 你又很真诚 你又愿意支持他 我觉得 也许这都是一个增加你俩连接的机会 所以应该不是问题 嗯 嗯 好的 就是跟他说 说我知道了 就是 但是就说 呃 柔和一点 就不要 不要说的太正 就 你听到了吗 我刚开始第一句话还是鼓励 就是 我看到你 其实你是想把题做对的 你为 你之所以犯后面的那个答案 你也是因为有上进心 想把题做对才翻的 那你看 你现在翻了 你也没做对 妈妈跟你一起来做一做吧 咱们把他掌握了不就好了吗 其实成全的是孩子那份上进心 嗯嗯嗯嗯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是 OK OK 好呀 谢谢 嗯 客气了 亲爱的Michelle 好呀 那 那 大家可能还有问题 但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就先 来 结束吧 然后大家要有问题的话 就在 在chat里面提出来 我们到时候 这文字 回复大家 好不好 嗯 对 曾教练 这个chat里面是 新月提了一个问题 您 简单看一下 哦 好呀 好呀 我看一下啊 嗯 说的啥呀 嗯 我念 好好好 你念一下 因为其他的朋友 不方便看的 也可以听一下 好的 记得 曾教练说过 孩子养成一个习惯 需要六个月 那么 这孩子习惯养成的过程 是否可以叠加 同时养成很多个习惯 那 尽量把它切分的细一点 那对孩子 是不是一个可接受的状态 明白 嗯 一个习惯的养成呢 嗯 理论上讲是 二十一天 三个月 呃 六个月 一年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有一些习惯的养成呢 是瞬间的 呃 就比如说 我们在平和的养育里面说 孩子应对电子设备的那个习惯的那个方法 如果你可以用那个三明治法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所以呃 第一个我就想说的是 养成习惯不一定非要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 我们建议大家呢 在一段时间内呢 就专注养成一个习惯 嗯 这样的话呢 当这个习惯 呃 慢慢的solid以后 你在上面再叠加是可以的 因为你可以跟他说 你看 那个习惯 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做到 那这个习惯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 之前的那个习惯养成的方法 孩子就变得有自信了 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成果了 他就有自信了 他更愿意配合你 去一起呃呃 做 因为养成一个习惯 光父母一个人使劲没用 孩子要是不做的话 呃 孩子如果不相信这个work的话 也没什么太大用 所以呢 嗯 对孩子来说 我觉得 后面这半部分我没太看懂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些呃 习惯能够大习惯 切分成一些小的习惯 就像我刚才说的 给孩子小而具体的这些要求的话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司徒 这个我是同意的 啊 好的 曾老师 那个在chat里面 叔叔还有问题 想问一下您 哦 叔叔现在方便吗 啊 哎 真教练 很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的话 特别是疫情期 的确作为家长 觉得遇见了很多的挑战 嗯 就说孩子怎么样子居家学习 然后呢 父母要在照顾家庭的同时 有可能还要兼顾工作 所以呢 呃 不管是我自己 还有我周边的朋友 还有就是新月的很多家长 都感觉到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呃 那么今天您的分享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也是很受用的 我们从中 的确领会到了很多 就是怎么样去 去做一个慢思考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 是 反应很快的 就是说孩子要是哪里 做得不好 有可能会直接 就回应他 有的时候还会带有一些情绪 嗯 所以呢 在这里我想到 有一本挺有趣的书 叫做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嗯 就是他就讲说 人类思考的习惯啊 快与慢 有一些是 是那种快思考的 这种模式的人 然后有很多呢 是慢思考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很多都是快思考 有的时候 话一出口 有可能就后悔了 说呀 我语气怎么那样 或者说 我怎么能这么说孩子呢 所以呢 我觉得在今天 这种分享里面 有可能 曾家亮带着我们 就是更多的进行了一个 慢思考这种练习 这个特别重要 然后呢 呃 刚才提到 就是曾家亮提到说 在我们跟孩子 呃 对话的过程中 呃 体会一下这种关系和角色啊 是说我们 作为家长的确是高高在上 还是说我们跟孩子比较平等 呃 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就是 在日常生活中 跟孩子更加平等的话 更容易培养他自己的 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律性 啊 所以呢 那这个我也是觉得 非常赞同曾教练的讲法啊 就是说我们 谢谢 其实在每一次关系的处理里面 也要自省 看看说自己到底是 站在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不能因为我们 呃 就是作为家长 然后呢 就有这种霸权的感觉 所以呢 在关系的处理里面 有可能相对的平等 甚至有的时候稍稍示弱 这样的话 或许更有利于关系的处理 那么 在新月过去三年的 这个教学体验里面 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啊 有的时候会 对孩子上网络课的 这种行为表示不满意 所以你看 我孩子根本就不能 集中注意力 或者说你看 他就不愿意写作业 但在孩子的那个 好习惯的养成里面 其实我们更多的也要 向家长提问 就是说我们给孩子 是不是提供了一个 比较好的这种学习环境 呃 像我会很推荐 就是给孩子一个 安静的环境 而不是说把孩子 安排在客厅啊 或者说是安排在 呃 厨房 那么旁边 玩玩快快 什么或者说电视的声音啊 大人聊天的声音啊 什么的都非常嘈杂 这样子的话 其实家长也可以体会一下 就是孩子 他能不能真正的集中 或者说 其他跟他同班上课的孩子 是不是一样也会 被这些旁边的背景音影响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自己的孩子的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如果说他桌面上面 所有东西都堆得非常繁杂 包括玩具啊 然后没有整理过的文具啊 以及很乱的 各式各样的纸张和书本 其实那样的话 对于他来讲 他也很难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真正的集中 集中精力 所以呢 如果说 听完这个讲座 大家可以回去观察一下 然后相应的改善一下 看看怎么样子给孩子一个 比较安静的 明亮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干净的 容易集中精力 这样子的环境 或许你就会发现孩子的习惯 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这些都叫 enabling systems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给孩子提供一个 让他足够集中 然后来促进他比较成功的来上课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做到 听起来好像感觉比较间接啊 但是事实上孩子的习惯的养成 也是跟家长的努力很很 就是说相连 然后呢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也想就是根据我们三年的教学经验 然后呢向家长们分享一下 在我们看来就是什么样的家庭里面的孩子 他在上网络课的时候会精力更集中 表现会更好 另外一些呢就是像课后的话 有些孩子很喜欢自己来做复习啊 或者是作业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小本子 然后每一个课堂里面 他觉得学到特别有趣的事 他可以在上面记上一笔 或者画一个小画 像这种就是 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本子而已 但是呢那个本子有可能是 带有他很多很欢快的记忆在里面 所以呢他每每在复习这个课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到 这种轻松和愉悦在里面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我们都可以相应的去想一想 怎么样子辅助孩子去成功 说说亲爱的 你是有问题吗 你还是只是在总结 对我主要就是 再回应一下您刚才讲的内容 哦哦OK OK好呀 因为我还有一点点想跟大家讲的 那您先讲 讲完以后我讲 对我主要就是这些分享 哦好呀 我看一下时间 我们还有七分钟 OK好 我只想再用三分钟的时间 因为刚才有朋友在讲 说这个坊间盛传的这句话 叫做道理我都懂 臣妾做不到 很多父母都认同这句话 觉得这句话简直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但如果你听到这句话 你也在点头的时候 我就想说三点 请那个小余老师把最后一张PPT打出来 让大家也看到 我想说三点 第一点就是改变真的很难 那经由我们自己这么想改 我们自己这么想爱孩子 我们改都很难的这种情况的话 你是不是更能理解到 其实孩子的改变有多难了 你是不是就能够知道他的不容易了 你是不是也可以 Please给他多一点空间和时间 让他去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下次亲爱的们 你的心里面又生起来了 说臣妾做不到这样的话的话 我邀请你想象 亲爱的真教练就站在你旁边 他问了你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咱还想不想让孩子有内动力了 就是 就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封闭性问题 我猜就能够帮你想明白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因为我们都太知道了 放弃你坚持更难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更好的孩子的话 亲爱的们 别懈怠 也别给自己找理由 累了 倦了 坚持不下去了 小爱老师就一个微信而为 然后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华家会有一群朋友 可以跟你一起同心协力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改变 我想因为很多朋友 我们刚才也讲了 其实对我们华家会的父母来说 更简单一点 我来用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来说说为什么简单 说有一个孩子 这孩子呢 上小学的时候就一直迟到 一直迟到 父母各种未必利诱都用了 也没办法 然后到了初中了 有一天孩子上学又迟到了 他一进门 看见了这个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看见他 顿了一下 他想完了 这回又得IP了 然后就摆出一副 魂不吝的样子 在那等着老师IP 没想到老师问他问题是 你吃早饭了吗 然后这孩子挫不及防 就说没有啊 孩子老师放下课本就出去了 等一会儿买回来了 热气腾腾的豆浆和煎饼果子 从那以后 这个孩子再也没吃到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最后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 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画家会 跟我们一起用这样有真的爱 真的温度的方式 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帮他们长成一个国家的世界的动量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了 那现在麦再给回给苏苏和新月的Amy老师 好 Amy老师在吗 高老师 在 嗯 好的 好 那就交给你了 好的 好 那我就跟大家 首先再次谢谢真教练和我们的亲爱的小爱老师 特别喜欢真教练和小爱老师的这个 很让人很听上去很舒缓的声音 然后我自己也是 呃 华家 华家会的忠实粉丝 哈哈 也参加了咱们华家会的这个平和养育的课程 觉得收获 很大 呃 呃 那再次感谢华家会和真教练 然后也感谢大家呃 和我们一起进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呃 这个平和养育的一个呃 很很温馨 很很让内心平静下来的一个过程 呃 那么我在最后呢 简单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新月的这个学压规划 我们现在呃 最近这段时间呢 主要就是在做呃 在线的中文课程 一方面是我们在继续呃 呃 开展我们的线上的进阶中文课程 呃 呃 我们是从四五岁的小朋友可以开始参加甲骨文化字 呃 呃 进行对汉字的这个呃 萌发的这个 这个 这个培养 然后呢 会进行呃 用这个人教不编版的语文教材 作为一个基线来进行中文的学习 那么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也开展了在线下领营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安排 有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这样的五呃 八周的安排 课程录播啊 分享在新月的YouTube频道上 所以如果有朋友中间因为网络问题断掉了 或者是来的晚一点 或者因为其他事情要早一点离开 也可以回头去呃 重新的播放我们这个回放我们真教练的这节课 然后下周三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会进行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三次课 是关于啊 疫情期间夫妻面对面的问题 所以欢迎大家星期三再来呃 参加我们的讲座 好那就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多谢 再次感谢春夏练 谢谢参与的朋友们 嗯好谢谢小爱老师 嗯拜拜 谢谢华家会和新月的老师们 好再见 晚安 再见 ích 谢谢观看